据还没8月18日报道 李圣经与男祝贺被爆出已于今日分手 据演艺界的相关人员表示 两人因为各自繁忙的行程 自然而然的疏远 决定毁到之前的前后辈关系 在各自的位置为彼此应援 据悉男祝贺是在去年与李圣经合作 举重邀进金服朱时擦出的爱火 并在今年4月透过经纪公司承认了恋情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惋惜于难过 这太快了 不会吧 我还以为会结婚 我不听我不听 俩人超般配的 可惜了